市府积极推动城市颁明计划 并且整理老屋整建设计原则 让市民参考 从95年开始至今8年的时间 已经完成了220栋的老屋改造 其中大东文化园区周边的建筑物 改造成效明显 屋主以及当地的里长 对于老屋改造后的观感如何呢 让我们透过镜头一起去了解 来到车水马龙的凤山区光远路 可以发现有一整排房舍 呈现整齐一致的风格 看起来新颖又美观 这些其实不是什么新建案 而是市府推动的城市颁明计划 执行后的成果 去年做了以后 很多人都觉得就是说 门面看起来很漂亮 而且因为当初是由民建筑师 民设计师设计 然后他做出来 有点大下的感觉 所以很多人都觉得好像 拉皮以后有比较 都市感觉有比较漂亮 以住家开设内额科的诊所医师 身为老旧房舍的屋主 看到房子外观经过改造后 呈现出新样貌 感到十分满意 不只如此 长期在地方上服务的里长 对于大东文化园区 周遭老屋拉皮后 整体的效果感受也很深刻 我想整个拉皮前 感觉上这个房子都蛮老旧了 那我想我们这些店家 他们真的很用心 然后也透过我们市政府 有这么好的福利给我们 所以原则上拉皮起来 就感觉上非常的漂亮 整个社群整个亮起来 尤其是在我们的大东意识中心这边 我觉得整个房地产的等等 都整个都往上扬 非常的棒 为了使老旧房舍有机会延长寿命 兼具环保节能的功能 都发局95年开始提出老屋颁明计划 今年起补助更升级 要鼓励公告路段范围内 屋龄超过20年的老旧房屋屋主 都能邀集邻近住户踊跃提出申请 港的新王子监 李中益采访报道